青簪行重新拍摄 男主彭冠英接班 粉丝们期待已久 最近青簪行宠派的消息让我非常兴奋 而且听说男主角将被彭冠英取代 这本小说是杨子官宣后我开始关注的第一本小说 可以说我是在眉牙状态中关注着剧情的进展的 图片来自网络 一开始由于资本硬作 这部剧的剧情发生了改变 原来以黄子侠为主角的破案剧 改成了以男主为男主的剧 男主戏份增加了不少 女主杨子戏份却浓缩了 然后一个声音出现 声称雄性女主角正在争夺地位 这一争议一时间引起轩人大波 当时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发言 直到杨子出面 她只是27岁的小女孩 实在是让人心疼啊 杨子在采访中表示 因为是犯罪剧 所以台词非常专业 拍戏前她已经把所有台词都背下来了 一个这么努力的女孩真的很辛苦 让人心痛 然而就在该剧终于拍摄完成 即将播出后 男主角的惊喜再次发生 所以杨子这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很多人都认为这部剧已经完蛋了 所以杨子当年没有播任何戏 真是让人心痛啊 几年过去了 杨子的剧集余生请多指教 陈香如蟹 场相思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让资本看到了杨子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经历了数次挫折后 终于迎来了青三型宠拍的好消息 盘冠英后天将进组 女主角杨子也将再次进组补拍 据悉零投资高达三亿元 由S家制作 导演是重量级林玉芬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 有网友表示 31岁的杨子拯救了27岁的杨子 确实近年来 杨子出演的剧集票房表现都非常出色 他一直以真诚 认真踏实的态度来演绎自己的角色 我看着他一路走来 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坚持和努力很不容易 如今不少反暴 其他家族的反粉出现 大杨子依然无所畏惧 坚定地走过大山 他的余生一定会继续精彩 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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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次重拍 我不禁有些疑问和好奇 新男主彭冠英接手后 会给剧情带来哪些不同 重新组合重新拍摄 会对剧集产生影响吗 杨子能否展现出更好的演技和表现 以上种种精彩又充满闲念 让人对青森型的重拍 充满期待和好奇 我真的很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观看这个节目的完整版 最后我要为杨子加油 他是一位真正有实力的演员 希望他能够在青森型中 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 用精彩的表演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期待这部重拍剧取得圆满成功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观看